和平精英新增载巨马三大隐藏玩法 1.安全停马 过马上线在正式扶后 好不容易落地抢到一匹马 又这样把马儿放外面 又怕马儿被骑走 又不得不放下收装备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想保护好自己的宝马 我们就找这种差不多高度的门 首先把门往里开 这个高度刚好马能进去 接下来就是骑上马 把马进去的位置对准中间 正常前进到门口前 跳下6马的冲刺惯性 他自己就会走两步进房子里 而且这样骑进来的马儿 敌人怎么骑都骑不出去的 想要骑出去的办法 就是用冲刺惯性才能出去 在屋子里相对于外面更难控制 这样就骑到马儿防盗作用 但碰到像我这样灵活的盗马贼另说 毕竟在体验服也练习时长两年半了嘛 2.骑马跑毒 不得不说这马估计就是给 扛毒打进敌的玩家准备的 悄悄告诉你这样骑马跑毒 不用这样下马打药 我们只要让马急跑 对好前方开阔的地形 然后点这个骑射能保持88迈速度 同时还能打药 这不跑毒打药两不误嘛 主要这马自动巡航还带自动逼让 狗糞玩家就偷着乐吧 3.高跳急停 这次新增的马跟动力火车不同了 急跑状态下马直接嘎 动力火车跟随下车是不会掉健康值的 这次新增的马跟随状态下 是伤害正常掉 直接下马就捂肚子 想要急停只能点倒退减速 还有一种超帅急停方法 急跑状态松开直接点击杀 这三个隐藏玩法 记得悄悄保存哟 小红书